我们沐家就是我父亲 有不少壮阳的秘方 你要是需要的话 小人可以便宜给你吃 王爷 您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你是在哄本我开心吗 哄是万万不敢的 我就是看您心情不大好 刚刚 刚刚追杀您的人 不像是安慰吧 若不是安慰 你觉得是谁 小人怎么会知道啊 王爷 您这是在怀疑小人啊 您这记性也太差了 小人刚刚才救了您 小人就是觉得吧 这游走针 杀人与无形 若真是安慰的话 那咱们早就没命了 若真是安慰来的 你得如何 哪种啊 王爷不是想请君入瓶吗 那小人 助你一臂之力啊 见过 你为何来此 王爷刚才露出个后脑勺 难道不是安慰小人 到后山来见面吗 难道小人猜错了 千强复毁 好吧 小人是觉得 除了后山 哪儿都是人 王爷 应该不愿意在人堆里跟小人谈事吧 所以就想着 来后山碰碰运气 没想到 小人的运气 是真不错 你还信运气 方才 本王见你在菩萨面前 可丝毫虔诚都没有 人人都向菩萨求富贵 只有小人 祝菩萨天天开心 这么算来 那小人 不是对菩萨最好的人吗 别人都是求富贵 你为何不求 向菩萨求 不如向王爷求 考官就在眼前 小人何必舍尽求远呢 小姐 我人生第一回好心好意 觉得丁王殿下人还不错 所以想着之后 可以帮他制止他那不能人道的毛病 他怎么还生气了 可能你刚才说 给他便宜制 什么 那他难不成还想免费啊 那他当帝王殿下 他缺那点枕筋嘛 好好停 看一个 开好队 你便是方才 帝王殿下所送的举人 金红公子 在下 严重木卓华 今日 险些没赶上 多亏了帝王殿下 仁与无双 这才及时赶到 女举人当中 姓墨的只有一位 墨举人 能得柔家公主的称赞 定是有过人之处 公主台爱 在下 愧不敢当 公主不会看错人的 那在下 预祝墨举人高中 多谢金红公子 这黄阳散 要真的是天下 独一份的药方 那小人这么轻易说出来 不是自投罗网吗 这药方 只有你和你母亲知道 难道是 出自于你的母亲 看来王爷 已经查清楚小人的身世了 小人来自江南牧家 小人的母亲 在幼时 家缝巨变 被迈进了烟花之地 母亲 连父母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之前 她随意取了一个花名 后来 我父亲给她改名 叫做孤一孝 那你此次进京 不仅仅是为了会事吧 看来 王爷都已经知道了 又何必再问小人呢 这是你的私事 我当然不想多问 可是 本王在意什么 你应该知道吧 王爷 小人知道还阳散 皆因为小人的母亲 但小人的母亲 为何会知道这个 与小人而言 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小人的母亲 教小人读书写字 教小人行医救人 还教小人立身之本 可是娘亲 为什么会懂这么多 与小人而言 也是不清楚的 他如今 已经成了一泡黄土 他从何处而来 一直是小人心中的 未解谜团 要是王爷 能帮小人寻得答案 小人感激不见 本王知道了 那王爷 您这是 相信小人了 本王不信 但我相信 子女 对父母之情 怎么走到这儿了 王爷 您现在 心情 好点了吗 你是在哄 本王开心吗 哄是万万不敢的 我就是看您 心情不大好 谢谢 我 关你 鼻子 融 完了 我